河南省委郑州市政府的我们的战友明确的说 现在自然灾害已经变成了政治斗争了 只要你一说楼书记说了 赶快要救人 就要指挥这个 哎呀我的信号不好 我的信号不好 信号完了 只要一说习的俩书记 什么班兵啊救人啊 就是信号不好了 其中一个河南省的一个副秘书长 说打电话给某食品公司 说我们现在的想办法的解决一些食品 还有要赶快要调运一些防毒的食品 因为大灾之后啊 必有大意 就人死了以后 他有细菌传染 这个人先不关心 医疗用品食品 先问他 现在这边死了多少人 他死了两万人 这个食品公司说 去你个求吧 你们还在忽悠呢 你们不是习近平是你的后台吗 找习近平去吧 我这啥解决不了 官员就不相信死了两万人这个说法 没人相信 受灾人数是多少呢 据说下面给这两位书记汇报 说受灾人数五百万 这两位书记说 你确切这个数字吗 河南省一人口五百万受灾 这俩人说 那我们再核实核实 一核实回来了 三百一十万 从五百万降成三百一十万 问他死亡人数 说死亡大概五万人 这两位书记也问了 你确定这五万人数吗 让政法委 还有参与救灾的水利部门 市政都核实一下 是这个人数吗 一想死亡人数大概三千人 少了十倍 然后这两位书记说了 这是好消息呀 还没有突破万吗 还是几千人吗 几千人是可以的 不要超过五千人 就是属于政治可承受范围之内的 超过五千人 这俩书记都得免 不管你管得好不好 这叫特大灾难 共产党内部的好消息 就是用中国人民的人命 来堆积起来的 共产党的好消息 就是上嘴唇和下嘴唇一臂 这么说出来 据说所谓中央和河南省委 防讯指挥中心 进行视频会议当中 听说李克强 要问问题 麦克风突然坏了 说李克强一直拍麦克风 麦克风不管用 李克强大怒 说到底是我这边麦克风问题 是你们麦克风问题 说是河南的麦克风问题 然后李克强问的问题 下面几乎不愿意回答 说我们形成文字 向中央汇报 从中央到河南到郑州 这种政治斗争带来的灾难 已经不是杀人那么简单了 一个独裁的政权和独裁的政府 他一定在这种事关人命 和个人政治前途和真相面前 一定是说假话 一定是造假 因为他没有监督 他把人性最丑恶的一面 就会显露出来 因为这种独裁的政治 没有人去负责任 只要能掩盖得住 最后是比谁的权力大 所以独有侥幸心理